作曲 李宗盛 我们家其实在两百年前 两百一十年前 是从泉州同安灌口来到这里 其实第一代的祖先呢 就是开台祖 他是在台北的淡水 从事的是医生中医的行业 那其实我小时候 台湾有公共电视的节目 在周末 他就会报导他行医的故事 比如说他帮人治病不收钱 帮人治病以后呢 把人治好了 不收钱 这个老太太不好意思 塞了会下蛋的老母鸡 在家里抢脚 她还退回去 所以从小都对我们家庭 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蛮多故事 他的儿子呢十七岁是秀才 到台湾来找父亲 那因为他会读书写字 所以刚好就跟当时 这个淡水厅的富豪们 就是方法就是可能需要 能够书写 知书达理的能够一起做事情 他也非常培养小孩子读书 因为他自己就是在这个大陆 是有秀才的身份来到台湾 他知道读书很重要 所以我们家第三代出了台北的第一个举人 那也出了这个叫老师 陈老师的陈维英 但座域英才武术 他还担任闽县教育 就是福州的教育当局的负责人 所以其实为什么叫老师傅 叫老师傅就是因为座域英才武术 所以我们家自己光大龙洞地区 我们自己家族的人就有18个科举公民的人 是台湾第二名 我们家来到台北开始 第三代陈维英 座域英才武术呢 大概50年间大台北地区有130名左右的科举公民的人 有一半是我们的学生 所以台北就蛮迅速的发展起来 所以我开这个店很特别 我想纪念我的曾祖父 因为他留在这边 他捐的地盖台北口庙 因为原来的文庙被日本人毁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